警方查起军火库一度演变成疑似是军枪外流的军纪案 不过现在这整个案情有了不同的发展 桃源一处军火库出现T65K2突击步枪 甚至还有手榴弹 训练弹 连弹药箱还有子弹都有 疑似是国防部第二线的军用枪支外流 而国防部彻夜清查之后发现 弹药库中的枪支没有短绍 而为了要确认所有的枪械都安全 国军在5月31号前要完成全军清点 警方把枪弹送界定之后才发现 这根本就是改造枪支乌龙一场 查起黑枪这回真的查到军火库 远景在报纸堆里面翻出18000发子弹 装子弹的箱子上面写着 M41式还有M1勾三式 这是国军子弹箱的形式 还疑似有枪支外流 5.56公里的T65K2步枪 颜色一模一样 上面还有序号 标出中华民国造 国防部彻夜追查 发现弹药库里的枪支没有短绍 其他枪弹同步清查 5月31号之前会完成全军的清点 全力的配合调查绝不隐瞒 警方前一天还说是军品外流 隔天发声明改口说枪支不是制式规格 新出现结果三把长枪具有烧伤力 但已经经过加工改造 中间没有205厂的厂位 弹架菌侧边这个这里的特征 还有这个提把的前面的厚度都跟真枪不一样 所以我们一眼就能分辨真的跟假 制造这把玩具枪的业者看到消息很惊讶 因为这把枪设计的时候留下至少两处以上破绽 而且预留的枪管空间很小 火控机构也跟真枪不一样 一眼就可以分辨 没想到被61岁的罗欣男子拿去恶意改造 这也是军方反应过慢 其实他这个枪的这个外形 跟国军的一般的6-5的这个步枪 其实是有一些小小出雾的 一场乌龙案外案让国军绷紧神经 现在除了T-65K2 其他军方的制式枪械都要全面清查 记者刘思周通林台北报道